早期这些号称都是我们的主权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经营 一百多个被人家抢完了 自己都还搞不清楚 我想常常国防部把这些事情 变成是说好像这都秘密 我们都不关心 其实他们最不关心这岛 白沙 地海 蓝天 纯净的美景却隐藏着 列强争夺的围基 太平岛除了具有形式上的战略位置 还是南沙群岛中 唯一拥有天然淡水的岛屿 并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多样性 然而近百年来 人类陆续到此地开矿 占据布房 盖机场 建码头 让这个曾经是白云如玉 绿树如印的蓬莱先进 面临一次次生态浩劫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太平岛就在公共电视